听一起炸弹包裹案发声,美国这名演员罗保特·德尼罗在纽约开市的餐厅发现了爆炸装置,美国警察全副武装的拆弹小组到了现场,紧急疏散人群,进行炸弹的拆除工作。 现在,美国的炸弹包裹恐怖袭击已经愈演愈烈,在短短时间内,美国许多人都接收到了邮寄炸弹,最早是索罗斯的信箱中发现了爆炸装置,经索罗斯工作人员报案后,该煤爆炸装置被拆弹专家引爆,索罗斯躲过一劫。 很快,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住所,发现了装有爆炸装置的可疑包裹,被美国特勤局及时截获。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住所,也发现了爆炸装置,幸亏也被美国特勤局提前截获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,因为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美国前总统,即使从白宫离职后,仍然被美国特勤局保护。 每一件宋马克林顿、奥巴马的邮件、包裹等,都会被美国特勤局检查,因此这些装有炸弹装置的包裹被提前截获,幸运躲过一劫。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,今天晚上,又发生了一件事情,使得美国的爆炸恐怖案,上升到了高潮。 美国CNN电视台的两名主持人,在播爆炸弹包裹新闻的时候,直播间突然响起了警报声,原来是CNN电视台所在的时代华纳中心,收到了可疑炸弹包裹。 随着警报声音的响起,大批人员被紧急疏散,大量警察触动,到了现场。 在电视台播放炸弹袭击新闻的时候,电视台自己也收到了炸弹,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 也说明了恐怖分子极其大胆,非常猖獗,非常嚣张。 在今天,还有两个炸弹包裹被发现,其中一个极王女星国会议员,民主导人沃特斯。 一时间,整个美国人心惶惶,危机四伏,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重要人士收到炸弹包裹,这一恐怖事件已经上升到了全国的高度。 白宫发言人表示,这是恐吓行为,并表示绝不容忍,一定会追查。 特朗普也出来对此进行谴责,美国FBI已经介入,并将此定性为恐怖协计事件。 比白宫和特朗普的讲话高了很多等级,也就是当作恐怖活动对待。 因为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怖协计案件中,案发现场的爆炸装置,就与这次的相似。 截止到现在为止,已经有克林顿夫妇,奥巴马,纽约州长科莫,CNN电视台,前司法部长霍尔德,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,民主党前主席舒尔茨,投资大恶索罗斯,演员德尼罗收到了炸弹包,或,上面这些人,有重要的几个特点。 不排除还会有更多的人,将收到类似的炸弹包裹。 一,这些人很多都是民主党人,民主党与共和党现在斗争激烈,尤其是11月中期选举即将到来,因此打击民主党,就成为了支持特朗普的极端笨子的狂热行动。 特朗普,克林顿夫妇,奥巴马等这些人都是民主党,而且他们都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,威胁他们,就是希望他们知难而退。 二,除了民主党外,其他几个人都是反对特朗普的知名人士。 索罗斯一直反对特朗普,并表示要大力支持民主党,将特朗普赶下台。 他也军了1500万美元的资金,帮助民主党营的中期选举。 索罗斯认为特朗普是纳粹巴西斯,让他想起了童年时候的阴影,当时他从德国纳粹那里死里逃生。 另外一个隐形德尼罗,也是特朗普的批评者,曾经公开对特朗普进行批评,因此他也是一个反特朗普的人。 还有CNN,特朗普一直痛贸这家电视台,认为这家电视台总是播放对他不利的信息。 特朗普与CNN的关系是水火不容,因此CNN也收到了炸弹包裹。 这些收到炸弹包裹的人,不是民主党,就是反对特朗普的人。 可见针对性非常明显,这很可能就是支持特朗普的极端犯子干的。 到底是谁干的?现在FBI已经介入,进行了调查,没有抓到犯罪分子之前,美国将一直陷入恐慌。 一、共和党和特朗普认为,这是民主党自己导演的一出戏。 刚开始,特朗普和共和党认为,这是民主党故意导演的一出戏,以博得美国人民的同情,为赢给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。 但是现在,特朗普也站出来谴责,但是没有上升到恐怖袭击。 可见特朗普对于这次的犯罪分子还是手下留情。 特朗普甚至在演讲机会上说,之所以出现炸弹包裹,都是美国媒体告告。 如果没有美国媒体的假新闻,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类事。 可见特朗普宁愿炮轰媒体,也不愿意谴责恐怖分子。 而民主党则站起来强烈谴责特朗普及其极端分子。 民主党以及美国很多媒体,认为特朗普的温和、语言和行为,纵容了恐怖分子,这是对美国的威胁。 如果特朗普语气严厉,强烈谴责犯罪分子的话,也许可以防止这类犯罪活动的。 特朗普对暴力行为的纵容,终于导致了极端分子开始行动,向反对者不断送出爆炸装置。 毫无疑问,在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,突然出现的大批炸弹包裹,让这场选举增添了不祥的气氛。 如果不能急需破案,抓到犯罪分子,在选举到来的时候,如果发生爆炸弹案的话,那整个美国将会更加传受伤痛。 当然,还有一种分析认为,这是特朗普团伙自己干的,目的就是警告通俄门调查小组,还有警告美国国会。 一旦特朗普被弹务,不排除他的支持者会在美国闹事,包括炸弹袭击,通过这样的极端行为,来警告通俄门调查组还有国会。 不要对特朗普发起弹务,以特朗普的风格,也不是不可能。 现在的美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内部队力和分裂,随着11月6日中期选举的到来,这种队力将会白热化。 接下来,也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了的事情。 让外必先安耐,特朗普对外不断的疯狂恐吓和制裁,但是美国内部却已经严重分裂,如果共和党中期选举一输,大势将去。 特朗普的重要使命,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,而是要捣乱美国,导致仇恨四起。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,实际上是特朗普家族利益优先。 特朗普代为的几年,必将是美国失去和撕裂的几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